觀眾朋友 大家好 準總統蔡英文女士 今天跟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先生見了面 今天的見面呢 雙方定調說 這個叫做請益之旅 不是所謂的政黨之間的高峰領袖會 這個到底差別在哪裡 而大家在期待說 二零一六年 我們經歷過這麼久的 所謂的藍綠 或是朝野的這種對立 彼此這種拉扯來牽扯去 杯葛來杯葛去的情形 可不可以就此終結 就此告一段落 今天的蔡宋惠會不會是一個重要的起點 國民黨方面當然也是說樂見其成 包括說馬蔡惠現任的總統 馬英九先生是不是很快可以跟蔡英文女士見個面 雙方還是有所說期待跟保留 會不會說在二零一六年 臺灣真的可以擺脫之前的藍綠 或者是朝野的對立 大家一起來好好談一下 不管是民生的問題 低薪的問題 經濟停滯不前的問題 年金改革的問題 長照的問題 乃至於這一陣子大家非常關心的轉型正義的問題 可是有這麼樂觀嗎 從兩千年以來 幾乎每一個總統都說要所謂的化解朝野的對立 都說要和解 每一個都說要和解 但是和解的結果呢 是似乎如果說我們之前兩千年的時候 阿扁跟宋楚瑜見面 阿扁跟連戰也見了面 可是見了面之後呢 是馬上說要廢何事 結果搞的結果呢 是說國清新聯合起來 要把阿扁罷免掉 結果是叫做不如不見 而今天蔡宋惠會不會跟之前一樣 這種和解的期待又再度落空 之後臺灣還是會找向所謂的藍綠對立 或是朝野對立這個局勢 還是真的是我們真的已經邁進了一個 所謂的政黨合作的新局面 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前清明黨副秘書長劉文雄 大家好 前國民黨發言人楊偉忠 主持人大家好 直升媒體人陳吉蘭 大家好 今天蔡英文跟宋楚瑜見面談了什麼 而對未來又會有什麼影響來看看 準總統蔡英文例行大選開出的承諾 要終結政治對立展開情義之旅 第一站就是敗會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雙方在重要幕僚陪同之下會談一個半小時 就年金改革和兩岸等議題交換意見 宋主席也把很多歷史的過程 也做了一些對我做了一些告知 讓我在處理年金的問題的時候 能夠比較有那種歷史感 也能夠讓整個思考能夠更平衡 臺灣如果要去跟對岸去對撞 甚至於走向所謂分離的路線 所產生的這些衝擊是很大的 宋楚瑜主張維持兩岸和平發展 務實處理兩岸問題 蔡英文表示會共同努力 只是外界也好奇 未來明清合作是否涉及人事安排 蔡宋兩人表示並沒有討論到 但蔡英文也強調未來會和宋楚瑜常常見面 而她接下來還會拜會其他政黨領導人 至於和馬總統何時會面 蔡英文說等馬總統出訪回國後再來安排 記者王岐如 陳歇隆 台北報導 蔡英文雄大哥一個有些人覺得很無聊 但是有些人覺得很重要的問題是 宋楚瑜先生會當行政院長嗎 不會 為什麼 不會啊 第一個 他並沒有任何的意願要去做這個事情 第二個 現在去談這個很好笑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知道很多的民眾 非常期待宋主席能夠 不是為了親民黨 也不是為了個人 為了台灣 我心裡也很清楚 我也曾經半開玩笑跟他講說 報告主席 我也不認為說你今天當行政院長 明天台灣就好起來了 但是以台面上的人來看的話 你出來的話 會有很多人覺得放心了 這個人做事的人來了 這個人做事不是我在這邊自吹自擂 今天包括蔡英文主席也特別強調 第一個他的政治歷練 是幾乎在台面上 他是非常前輩的一個人 第二個是台灣公認的 他是行政效率 行政能力最好的一位政治前輩 所以一直到我 因為我們昨天下午 針對今天的會面 做了一個非常深度的討論 那宋主席就講了一些話 我就很清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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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 政治其實沒有那麼絕對 充滿了可能性 但是我想不可以 所謂的 拋開一些顧慮 然後不一定要叫救亡圖存 那但是中華民國 提借二月零一六年也會風雨飄搖 是是是 宋主席就出來 為何不可能 這個部分 我非常可以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致的 包括我剛剛講那麼多話 我們想法一次 不過會不會需要有一些的 再進一步的 我不了解 因為今天我們 他們也沒談人事問題 是 而且現在談人事 我想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總統也提到 四月份以後 才會提到這些問題 是 現階段我感覺到 因為今天宋主席特別提到 說懸後有兩件事情做的 他非常肯定 第一個 維持現狀的說法 第二個 去產業去拜訪 就讓這些產業界的人 能夠放心 就是說我們總統是關心產業的 所以基本上 這個部分是他 宋先生對他非常肯定 那至於說 往後會不會談到 你所說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 我也必須講 我是很期待他能去 雖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現在誰來都不好做 但是我也期待就是說 如果真的送先年去的話 我們也要給他一點空間 是 那當然這個所謂空間 也不是我在學運搜搜 或許我等一下說完 下節目的電話就來了 誰叫你胡說八道 對 說不定有人正在看 政治其實還是充滿各種可能性 但是現在這個可能其實不高 目前沒有 不是說不高 目前沒有 因為我昨天下午在 如果不接行政院長 那麼未來清明黨跟民進黨的關係 又會是什麼樣的關係 清明黨跟民進黨 是不是 是 我必須強調一下 因為我剛才也跟韋中兄在提 就是說 這一次是由蔡準總統這邊 主動在上個禮拜五 禮拜六跟我們提出來 一直到昨天上午的會檢會 才定調 本來四點鐘要發採訪通知 後來說再延一下 到五點半才發採訪通知 採訪通知的字 那個標題 還都是蔡準總統這邊提供 叫做這個請益拜訪之旅 很便宜之旅沒有 請益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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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講 他有幾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 這個不是政黨的這個領袖會 領袖會議 第二個 他真的是要請益 第三個希望拋開藍綠 OK 所以這很好 所以最後他又加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我們沒有談到人事 沒有談到什麼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談到就是 以後會常常見面 會常常見面 宋先生說知無不言 一開場是要知無不言 到最後他說可以 就像類似像柯文哲的這種模式 反正你有任何事情 因為今天又跟宋主席談了以後 他發現 他對宋主席的 這個再一次的認識 覺得更是要跟他多多見面 包括提的一件是他讀大學的筆記本的事情 一個是他父親那個時候在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政務的事情 所以當然這些事情不是任何一個人從書上可以得到的 以後親民黨跟民進黨的距離 會比親民黨跟國民黨的距離來得近嗎 距離大概現在談這個距離 應該是跟理念 我常常開玩笑 2012年的時候 從台北到領口 從台北的總統府到領口 宋主席家的距離 比台北到中南海要遠 OK 所以這個是大家是不是有共同的想法 譬如像轉型正義的事情 韋中兄常講 我覺得宋主席也認為一定要做 可是他也認為說 要轉型正義的話 也要顧及到很多其他層面的問題 那改變要從自己開始 不是改別人 而自己不改 當然跟國民黨之間 如果國民黨還能夠找回過去 這個所謂路線和理念的話 宋先生也沒有排斥過 宋先生曾經放掉所有 跟國民黨合作 很可惜 金國籃的那個宋楚瑜先生 碰到一個馬桶籃 不是 馬總統籃 對不對 整個失望 到後來把國民黨 馬英九總統 我們其實現在不用再批評批判他 但是回黨滅國的是誰 不過您這樣講 我大概就略懂一二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 究竟今天蔡宋會具體談了什麼 那很重要很重要 到底談了什麼 蔡英文說沒談人事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剛剛也談到以後會常常見面 換句話說不管是蔡宋兩個人 或是親民黨跟民進黨的這個溝通的機制 應該會從今天開始有一個明確的建立 宋楚瑜在人事上說真的也沒談 可是希望蔡英文在用人上資源分配上或是政策 的溝通上不要載話 不要偏聽 兩岸關係 今天有具體都談到 蔡英文說兩岸關係確實將來要共同凝聚 社會的共識 大家一起來努力 宋楚瑜說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數 同時也遵守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符合共同的利益 年金改革又是一個比較明確的 蔡英文說宋主席告訴他 有很多政策的歷史過程 所以接下來民進黨在處理年金問題的時候 會比較有歷史感 不會從二零一六年 這個角度一刀切 也更能夠平衡思考 宋楚瑜拿了一個他父親的一個機密 文件出來 說當初國軍來臺 當時的所謂的公務員的終身奉 那個政策 為什麼會這樣子定 那個歷史脈絡是什麼 改革不能一步到位 必須要達成不同的族群共識 但是如果先從年金改革的話 你可以有兩種解讀 也就是說宋楚瑜提醒蔡英文 不要那麼趕快 慢慢來 那宋楚瑜究竟是在 特別是在年金改革 會是未來民進黨的重要助力 還是一大主力 我對不起 在嘉欣回答 我補一句話 宋主席提到 分配的這個正義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我們在經濟的方面 不能夠提升 不能夠有更好的 這個成績的話 你分配正義是看不見的 所以他很建議說 國政的優先秩序 其實大家可以做一個討論 而且他又強調說 大家一直在談這個 好像又把恢復到國軍一直行 他說50萬國軍來臺灣 和包括200萬的萬省其人到臺灣 讓 可能應該就是說 那個時候是保衛了 臺灣的安定的力量 可是他說 他說對不起 臺灣人沒有虧待這些萬省人 有沒有讓哪一個萬省人 在臺灣餓死的 你萬省人到臺灣來 有沒有帶一粒一米到臺灣來 沒有 所以臺灣這邊 勤奮的臺灣的這些同胞 供應了這麼多幾百萬人 能夠在這邊繼續安定的生活 創造一個新的一個環境 他說這臺灣人也有貢獻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宋先生已經跳脫的那個意識形態 或者族群的問題 他也希望說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也不必一定爭鋒相對說 那些年金的人有問題 我必須說 當時您記得吧 管閉林說 年度會員金通通刪掉 結果陳聰說 好 兩萬塊以上的通通幹掉 結果馬總統說 好 快速 睿智 對不起 我們當時 在另外一個節目 那我們那個節目主任說 文雄雄啊 他不做你也罵 現在決定這樣做你也罵 我說不是 國家的政務 有些事情是釋緩則緣 那有些你必須要跟當事人 做一些解釋 就好像現在我們轉型正義說 歷史不能夠被遺忘 但是歷史要還原真相 是 你有真相才能夠 讓那些被迫害的人 或是加害者 他能夠反出來 然後加害者可能現在不在的 可是我們還是要讓被害者的家屬 他的後人知道是誰 事實是什麼 我們歡迎第四位特別來賓 是民進黨前發言人徐家青 家青姐我請教你 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大國版 另外時代力量在某些政策上 也跟民進黨是比較接近的 蔡英文真的還需要宋楚瑜嗎 這樣子講好了 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他是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而不是當選民進黨的總統 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689萬的總統 對 就是說中華民國2300萬的人民 不管有沒有在當時投票給蔡英文 今天他當選了 他是要為這2300萬的人 共同的未來來負起責任 所以他在施政的過程當中 他不會應黨派而覺得說 那這個事情你跟我無關 你沒有投我 我不理你了 所以今天我覺得他從這個第一步 跟宋先生見面 並不是因為說今天親民黨有三席 有幾席 也不是因為說親民黨過去 跟國民黨的這種 所謂長期的合作或者競爭關係 說他是藍營的那一塊 不是 而是出於說我們希望 國家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經驗 都有機會能夠匯集在一起 然後共同的幫台灣的困境 打敗這樣的困境 我想剛剛談到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年金改革的議題 年金改革的議題為什麼重要 在於說他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說 國家在長期的這一種 扭曲的制度之下 國債已經非常非常的嚴重 現在隱藏性負債有17 8兆 這個就是將來政府必須要去支付的 所以這個政府會不會破產 我們已經看到過希臘的例子了 我們也看到過冰島的例子了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是試圖在挽救 過去這10年來惡化加劇的情況 但台灣剛剛文雄雄有提到說 這個東西改革要有一個階段 或者說要有先後順序 部分我同意你的意見 宋主席的提醒 我們也願意傾聽 關鍵在於說 這兩件事情我認為並行不備 年金的改革涉及有沒有 分配爭議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經濟要不要提升 做大 這是另外 其實老實講 這10年來台灣GDP有沒有成長 有成長 雖然是所謂趨緩 但是它持續上漲 那台灣的經濟體 在某個程度來說 在全世界是排名在20名左右的 那個是不小的一個經濟體了 重點在於說GDP成長 可是薪資倒退16年 這代表什麼 是大部分的利益 集中在少部分人的身上 所以經濟發展跟分配正義 跟轉型正義 這三者是可以同時並行 沒有所謂的優先順序 一定要同時進行 但是進行當然有策略 也有一些步驟 我必須要說 不能老實講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有很多軍公教的朋友 老實講他們都借齡快退休 50多歲 他們可能這幾年還領得到 可他說跟他一起同事 還年輕的30 40歲這一批人 他們非常憂慮 他們現在真的意識到 國家是會破產的 然後他們過去所繳的保費 是有可能一毛都拿不到 這個資訊跟我得到也是一樣 我有很多這種四十幾歲的 這個軍公教的朋友 是 他們最期待的 就是軍公教年金改革 是 因為他可能繳了一輩子 最後一毛錢都拿不到 可是我想請教 談到朝野和解 這是每個總統都會講的話 但講完之後都很難和解 可是我們必須說那個脈絡很不一樣 當時扁宋會 扁聯會 或者是馬書會 那個都是執政者遇到一個政治困境 的時候去尋求政黨之間的合作 但是這一次呢 第一個 蔡英文是還沒上任即將上任 第二個 目前看起來他是比較優勢的 或是叫強勢的 是 我們來看看之前的幾個情形 阿扁在當選之後呢 五二零就任 十月的時候 過了五個月去找宋先生 然後呢 過了兩天之後呢 去找郝龍斌 再來 再過了六天之後呢 去找聯戰 分別會面 宋楚瑜 郝龍斌跟聯戰 國清興 都去找了 那個時候 阿扁是少數總統 立法院的席次少到可憐 然後那個時候 本來說要藍綠朝野和解 找了國民黨的唐飛來當行政院長 可是行政院長走了 所以他這時候遇到一個很大的困境 包括說想要透過朝野之間的 這種高峰領袖會來談核四 來談跨黨派小組 來談朝野和解 但是有一件事情 扁聯會之後呢 張俊雄那時候行政院長說 核四庭建 國清興覺得說我被羞辱了 我被重重的打了好幾個巴掌 氣到國清興全部合起來 要把阿扁罷免掉 這個會不如不見 要會不如不會 我們來看看之後阿扁繼續會 兩千零五年 在他連任之後 他又找了宋主席 那那個時候民進黨 在立法院還是沒有國伴 所以在國會 他還是弱勢的 然後重點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束 族群和解 國會合作等等等等的 那之後呢 有聯胡會 有宋胡會 有中國通過反分裂法 這時候反而是在野黨不甩阿扁 那個局勢 有一點翻過來了 阿扁在零六年的時候 也跟馬英九見了面 然後是三合一選舉過後 那馬總統 那時候馬英九是訪問美國 然後雙方就軍購兩岸等等 也談了 馬英九在二零一四年四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福茂爭議 有三一八學運 有太陽花運動 然後有三二四的 那麼高的一個衝突 再來是有林義雄 那時候要絕食 針對核四議題 馬英九那時候 遇到非常大的一個政治危機 不管是福茂的問題 或者是萬一林義雄 他生命出現 什麼樣的情形的時候 那個不是只有馬英九 那是全中華民國的政治危機 所以他找了蘇貞昌 那時候民進黨當主席 說實在這個是有適度化解 結果是說核四一號機封存 二號機停機 那我想問的是說 大家都說要和解 那為什麼有材料和解 這樣說好了 過去這些歷史發生的事實 他就是事實 那我們也不可能 不從這個事實當中 有很多發生了沒有成功 或者甚至是這個有謀略上的錯誤 那必須要講的一點是說 過去的這些錯誤 再再提醒我們 今天為什麼蔡英文 在他一個完全過半的國會 然後有這麼好的一個 當選的成績之後 他還主動的要跨出這一步 原因在於他知道台灣中華民國 是一個共同體 2300萬人不能再分了 我們不管是站在什麼樣的 黨派立場 但畢竟我們有一樣的命運 我們有一樣的未來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不管親民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因為國民黨現在剛好 正在這個黨主席選舉 也不排除未來國民黨的選舉 正式產生新的黨主席之後 來進行安排 也拜會國民黨黨主席 那今天繼宋主席之後 下禮拜也要跟親民黨的黨主席 有一定的這個會談 蔡主席透過這一步是希望說 過去老實講 台灣人民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了 正是黨派 你說下禮拜跟 黃國昌 跟時代力量 對 沒有錯 那甚至馬總統也不斷的提出 希望能夠有見面的這個機會 蔡總統也是表示說 蔡總統當選人員也表示說 等馬總統出國 外交回來以後 我們可以好好的來談 在一連串 我想他很主動跨出這些步驟 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 人民很清楚告訴我們一個訊息 不要再跟我講什麼藍綠了 不要再跟他說那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我現在要的是你要實質解決問題 然後你要集中最大的力量 然後有最好的方法 要集合起來 一起來做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過去都是說我已經碰到困難 我才去想辦法要找人來跟我 看看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講完再打他兩巴掌 老實講 那樣子的過程 那樣子的錯誤 已經一而再再而三 讓人民也變得非常聰明 然後我們政治人物難道學習得還不夠嗎 所以我想蔡總統 她現在是非常誠意 希望說不管她今天贏多少 她都願意謙卑 然後願意跟大家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要共同面對的 不是我 選舉的時候是競爭 選後是團結 所以蔡英文在創造一個選前 藍綠朝野各政黨 都已經可以坐下來見面 溝通的一個良好氣氛 沒有錯 即便我們跟時代力量 最後也有這個所謂 不分區席次上面的一個 這樣子的緊張關係 但是我們也意識到 在未來在國會當中 也一樣有要合作 要進和的關係 韋忠你有那麼樂觀嗎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從幾個層次上 我們當然都覺得 和解是一定要推的 然後或者是說蔡宋是一定要會的 那最低的層次其實是 蔡英文的政治承諾 就是她自己說不會 就是她會大聯合政府這個 那第二個層次其實是 民進黨當然是持續要面對 轉型的完成 是 你從大選的結果看起來是這樣 就是說國民黨已經爛到這個地步 然後失去明星這麼低一步 可是你必須說蔡英文的 選票成長是有限的 相當於對國民黨來講 或者說一些人來講 其實你會發現有一大堆人 可能一百萬或者一百五十萬人 他是不投給國民黨 但是他也沒有去送 也沒有去蔡這邊 那這些人他的 未來的政治動向是什麼 你從政治的計算來講 這個也是得面對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件事 還是剛才一直在討論的 這個政黨和解的事情 剛才主持人列了這麼多 你不覺得台灣的政治 是很奇特的一個政治嗎 就是說為什麼政黨的領袖的 見面討論是這麼的特殊化 當時的扁宋輝 我們都認為這是出於真誠 可是後來對兩者都傷 那更不用說 馬總統這幾年來跟蔡英文 到底見過幾面 好像這個沒有 公開的好像沒有 公開沒有 那他跟蘇貞昌見面 可是蔡英文沒有 那為什麼這一步這麼困難 你看到在這段時間內 尤其我自己在國民黨中央的時候 常常看到就是互相的放話 馬英九總統府就說 願意跟蔡英文見 那蔡英文就說 我們其實應該要國時會議 政黨 黨對黨會談 反正不論怎麼樣 到最後是沒有見面的 那個時候李四川 跟吳教席 兩個秘書長見面的時候 都成為一個大新聞 那坦白講 這在國際的政治上來講 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看自民黨 他也是一黨可以獨到 但是他 他就他籌組執政聯盟的時候 他會拉公民黨或其他的政黨 或者說德國自民黨 他今天可以跟這個 基督教民主黨合作 明天可以跟社民黨合作 都是可以這樣 跟他臺灣變得很特殊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得打破吧 不是說政黨就見面 一定是談人士 一定是談政治力的交換 自民黨有他自己的主體性 他可能對年金改革 對某一個特定族權 歷史有些感覺 他可以扮演一個提醒 民進黨角色 這個沒什麼不好 那我剛才提到這個太陽花 然後提到這個 那個表格上有個 所以阿扁時代提出 兩岸和平發展法制化 我自己印象非常非常深 但是很少人談 其實當時的一個新聞 就是2007年 馬在6月的時候 提出一個選舉的承諾 就是說他那時候參選 他說要組跨黨派的委員會 這個跨黨派的委員會 是針對兩岸的問題 然後他當時講是說 大選獲勝之後 由朝野政黨組跨黨派委員會 共同監督兩岸事務的推動 這是2007年6月 那這個是你想想看 如果當時馬在選舉後 他兌現了這個承諾 你覺得這個八年的歷史會怎麼走 會不會有太陽花 到今天我們還在討論一件事情 叫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個事情 你不要講什麼兩岸 和平發展委員會 或者兩岸的 這跨黨派委員會的監督機制 你連一個法律到現在都沒有通過 不是嗎 也就是說他當選之後 真的他忘了他原來的承諾 那後來這件事情 你不能說馬總統沒有做 但是他把這樣的一個政黨和解的架構 在他全面執政之後 他忘掉了 忘掉之後 他把他載化成一個人事的任命 所以他兩千零八年就任命了賴信源為陸委會主委 那這件事也不是錯的 所以你知道 當他認定賴信源的時候 臺連那個時候的態度 態度是善意的 你回去查資料 黃昆輝那時候說 賴信源是以臺連黨員身份入閣的 而且他當時講了 他說希望能夠推動政黨的 這樣的一個合作的 或者這樣的一個機制 當時馬的回應是說 黃昆輝的意見很值得參財 但那個兩千零八年那個時候的社會氣氛 是有一點點契機是往和解走 可是現在是怎麼樣 或太陽化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政治的和解 是多麼的困難 可是又多麼的重要 或者是說政黨領袖的承諾 要去兌現 這是多麼的需要 多麼大力量 當委中談到一個很重要 不管是說馬總統 後來任命賴信源 那時候他還是抬臉的 那時候大家認為 他是獨派的 很重要的一個代表人物 去當入委會主委 或者是在更早之前 阿扁任命好龍兵 當環保署署長 堂飛當行政院長 但是這都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談的 應該是政黨之間的合作 溝通對話 而不是少數位置的給予 或者是不能講施捨 就是說封也不能說封賞 就是只是在所謂的部分少數個人職位上的這樣子 就不是用位置來當作一種裝飾品 對 這個也是蔡英文必須要注意 就是接下來不應該再犯這個錯誤 可是我再請教津蘭姐 有這麼樂觀嗎 現在是因為蔡英文還沒上任 一上任之後 民進黨恐怕馬上要做的是政黨法 總統交接條例當然之後大概也就不了了之過了 那不曉得之後怎麼發展 轉型正義 黨產怎麼處理 那紅十字會這個專法要不要廢掉 那今天部分媒體也談到 復聯會之前的錢要不要追回來 救過團的東西要不要處理 然後之前黨產跟所謂的國產 整個混在一起 要不要處理 這個時候朝野還能合作 不就又回到這十幾年來對立的情形 如果臺灣以國民黨跟民進黨為兩大黨 以現在來看 國民黨大的態度是看你有多厲害 看你有多厲害 讓你來做 那我必須說臺灣的處境 國民黨跟民進黨 其實能夠操作的工具有限 我舉個例子 兩千零八年蕭萬長 也提到主權基金 最近我們也看到 龔明星接受彭博的專訪 也在談主權基金 那時候是不信任的 所以蕭萬長的主權基金被打到趴 現在看起來還是有一個不信任 包括謝金河 其實很多人都在講說 這個要來後面什麼國家隊等等等等 都是不信任 我先剛剛這樣講的原因是 以兩大政黨為主體來談這件事情 所以只有你做不好我才有機會 所以我為什麼要幫你 這是政黨競爭下 國民黨跟民黨來 我們就是說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可是處於這種狀況 大家在看政黨競爭 你倒我才有起來的這個機會 國民黨跟民黨要來合作 那個機會是相對小 那還有一個臺灣長期是黨國資本主義 什麼叫做黨國資本主義 國民黨跟中華民國綁在一起 我談一個好了 剛剛大家講 那個宋楚瑜先生講50萬的人 為什麼有退廚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 也就是1949年來 1955年就來了 這一連串包山包海 包一大堆產業 那你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轉型 他直接就面對了國民黨 你剛剛講的 所有的這個黨產就變成國家 因為叫黨國資本主義 黨跟國連在一起 那你要去處理 處理到哪一個程度 那這個程度是不是很多人滿意 您剛開了這麼多的單 其實你要條例 還有剛剛講退府會 是不是也要處理 就一條一條下去 就跟這個國家都連在一起 國民黨的黨產跟這個國家連在一起 最近在講原民會什麼那個地方上 那個地方黨部那個租金 這麼少我也覺得 那你就讓轉型正義有它正當性 所以我要問的是在這種狀況下 國民黨一定被批判一定被檢討 他一定是一個對立面 看不出來有任何和解 那還有你能用現有的法令 你能處理到哪裡 你的處理程度是不是能讓大家的期待滿意 我覺得這中間可能有落差 所以要去如何處理原先對於民黨 在處理轉型正義 特別是陳水扁沒做的那個轉型正義 現在有很大的一個期望 那個期望子很高的情況下 放在蔡英文手上的時候 他要如何去做 可是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這是我先談的這一點 所以我剛剛講了 在政黨競爭之下 只有你倒我才有起來的機會 剛剛楊偉忠講得很好 大家是對於國民黨不滿意 極不滿意 但是對於民黨有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恐怕也不是支持度那麼高 所以國民黨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那你剛剛也講了 其實馬英九 剛剛楊偉忠講的那個什麼什麼 成立什麼委員會 他拿了七百六十五萬票 他跟你搞這個 他才不跟你搞這個了 我拿七百六十五萬票 他那個狀況下 兩千零八年的那個狀況下 他只要放一個 他就是要搞兩岸開放 他就放一個人 你們說我會賣臺 賴信雲怎麼可能賣臺 他是操作這樣子的可能性 所以你剛剛講和解 我認為那個和解的稀薄 非常非常稀薄 那個非常稀薄就是政黨競爭 還有親民黨作為他的主體性 他也一定要發展 時代力量作為他的主體性 他也一定要發展 所以有沒有可能議題上合作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有可能有議題上的合作 看著議題來合作 可是你要說政黨的合作 那種合作的可能性 奠基於在哪一種情況下 所以我剛剛講 每個政黨都要發展 他要對他的選民去發展 那那個選民就是他那一塊 他想辦法把它擴大 那這個基礎上 你如何去談 我們剛剛談的為臺灣好 為臺灣好 為臺灣好 他最後他還是要發展 那在為發展的情況下 他就去切割 去分割 那我必須說 蔡英文為連任 我們去看過去 蔡英文為了連任 我不能講收編 但是第一 第一任這個 你去看 我們看陳水扁一上來 先去拜訪王生 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選票很低 他也要做全民總統 他也找唐飛 他第一個想法一定要連任 四年下來要連任 如何連任 特別在剛剛講 兩天零一十二年到兩千零一十六年 他只有八十萬的成長 那個忐忑不安的情況下 如何擴大選票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 連任是最大考量 在連任的基礎上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會 我一直講 那開車會開到底 那個加油一定會推進氣推到底嗎 那這樣推到底的情況下 他會有極大的選票 他會有下一任的可能性嗎 他一定想是八年 所以前面四年 我不能講收編 也不能講討好 你去看柯建明去參加退伍軍人的 那個協會裡面 去談的那一塊 那一塊 他說我沒有要猜測 至少目前沒有要去猜測退伍會 可是退伍會在大家的印象裡面 他有很多很多的產業 都在他們底下 那都是特許 經過歷史藏合到現在 要如何轉型 那這裡面就有很大的問題 那你是要收編 還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黨國資本主義下去切割 怎麼切 切到哪一種程度 所以這裡面有非常複雜的一個狀況 你如果把國民黨 或是把他當成一個不正義 要轉型正義 那裡面的那個細緻的程度 我覺得超乎民黨現在可以處理 我們再來看看從兩千年 一直到現在朝野領袖高峰會 其實已經舉行了不少次 可是為什麼臺灣還是持續的藍綠 朝野之間的對決 兩千年陳水扁當上總統 但民進黨在立院占少數席次 經濟 核四以及兩岸跨黨派小組會議等政策 受到阻礙 為了化解朝野衝突 阿扁分別邀請國 清 新三黨主席會面 不過就在當年10月27號 扁連會結束後 行政院立即宣布 核四停建 引發更大的政治風暴 為人類唯一的地球 做此理性負責良知的選擇 我們必須停止新建核四電廠 2004年陳水扁再度當選總統 但年底立委選舉 民進黨國會還是沒有過半 加上兩岸僵局持續 於是有了2005年2月的扁宋會 我個人跟親民黨的基本的立場 就是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是我們唯一的選項 我們絕不接受台獨式選項 扁宋會簽了十點共事 但似乎也沒有為朝野和解或民進黨施政 爭取到更大的空間 到了2014年 儘管國民黨在國會掌握多數 但總統馬英九卻因為馬王政爭 以及兩岸經濟協議立法上遇到困境 3月更因為兩岸服貌協議 引爆太陽花學運 接著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 因為反核四宣布禁食意外促成馬蘇惠 你不能忘記你過去做決定 現在就完全忘記了 這也不好吧 總統沒有忘記 有啊 你每一步都讓我感覺到你在忘記 總統這個今天我不是來和你吵架 我也沒有跟你吵架 這場會面不但沒有交集 還被外界形容是小孩子鬥嘴 既天后馬英九最後還是拍板決定 和四封存停工 至於朝野領袖會面的成效如何 也就見仁見智 不過文雄大哥我還是請教你 你是樂觀還是悲觀 就是從這十幾年來 往事不如煙歷歷在目的情形下 每次見完之後好像結果都不是很好 我們來看五二零之後 大概一定就是短兵相接了 這個短兵相接恐怕還是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短兵相接 親民黨的會扮演什麼位置 而接下來朝野之間又會是什麼樣的局勢 我們來看看民進黨 馬上要推什麼呢 這其實現在就應該要推了 因為民進黨已經新的立委都上來了 總統職務交接條例還卡著 現在顯然還卡在立法院 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國民黨也說要國會改革 可是兩個差距其實還蠻大的 包括說立法院組織法 立法院委員職權行司法 立委行違法等等都要修法 要成立國會改革小組 兩岸監督條例 這個恐怕跟時代力量又有不同的 這些看法跟角度了 那是不是要用兩國 還是中華民國 還是用憲法裡面的 所謂的兩個地區 這個又炒飯天了 地方制度法 災害防救法 長期照顧服務法 這是民進黨列的優先法案 那另外很多人轉型 正業要趕快做 甚至有少數人說 國父已經想趕快拿下來 中正廟要不要處理 那時候那些要不要追究 以前那加害人的這些刑事 民事責任等等 那年金要不要趕快來處理呢 那好像年金這些不列在這裡 但是不曉得說 未來民進黨怎麼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是分成比較大的兩個區塊 下面其實還有一個附註 就是說優先法案裡面 包括轉型正義的這一塊 這一塊裡面 其實也涵擴有所謂的 這個年金改革在裡面 那說實在 臺灣已經沒有多少時間 那又有這麼多千瘡百孔的問題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可以從這件事情上規避 你今天 你今天我講實在話 好 民進黨現在是承受最大壓力的 因為也必須要承受最大壓力 因為人民給你這麼多席次的立委 然後給你這樣子的選票 那你不承擔 那誰來負責 所以我們在看 重點在於說 如果 如果在野黨 不是為了一個整體的利益 在杯葛 也同樣的 有可能會再一次 會被人民唾棄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集體的問題 民進黨總共有九大類 包括國會改革 法治制度 轉型正義 人權保障 防災 食安 長照社福 民生經濟 教育 文化 三十七項的法案 是 你如果推其中 像是災害防救法 國民黨當然應該會理性討論 可是你如果說 我要清你的黨產 對國民黨來說 這是超家滅族 我跟你配合 我都在打他 那國民黨 跟現在的行政院的優先法案 又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國民黨的優先法案 他們也說要政黨法 要把黨產納入專章規範 再來是國會也有改革三法 行政院現在有防災三法 生計新藥 勞機 長照 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等等的 所以我有請教文雄大哥 不是高度政治爭議的 大家當然都可以理性討論配合 但是你一扯到什麼 那個要清黨產 要幹嘛幹嘛的 甚至所謂的軍公教的 這個年金大幅改革的話 恐怕衝突一來 衝突一來的時候 都不用說了 你如果不先衝突法案 大家都可以說了 我這樣講分兩大點 第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現在兩千年 兩千年 如果說我們說陳水扁 一點點想要和解的態度都沒有的話 那他用唐飛幹什麼呢 那可是很可惜 在十月二十七號 剛才我們看到張俊雄就提到 我們實際上這個地球怎麼樣 對不起 我剛從你的辦公室 總統府出來就打我一個巴掌 所以立刻國情心就要成立一個聯盟 可是後來很遺憾 好囉唸跑去當你家的部長 我必須說 請問當時的陳水扁總統 是不是相當程度是被綁架了 我說綁架是不是很難聽一點 就是說他雖然很想要和解 可是他被某些的神主牌的 這樣的意識形態套住了 他解不開 其實他有方法了 可是他解不開 所以總統在這個行政院 在總統府裡面跟連戰見面 他的行政院長在外面宣布 要停建何時 對不起 內事停建是造成我們現在 損失三千多億的主要原因之一 好 那看了2005年 扁宋會其實帶有很重大的 兩岸和平的一個危機存在 所以宋先生可以不計悔慾 跟陳水扁見面 可是很遺憾的 我們連戰主席就搶頭香去了 搶頭香是很難聽的話 他去了以後 共產黨高規格接待 後來宋先生在我們的要求之下 他也去了 也高規格接待 誰最不高興 美國最不高興 現在的蔡英文 有之前的阿扁的問題嗎 那我現在講 我就很高興您談的這點 所以陳水扁那個時候 被美國人綁架了 全台灣60%人都跟共產黨 抱在一起的 你就立刻宣布說陳雲寧 安排了宋楚瑜去的 所以宋楚瑜主席 有一些話就無法去帶到 因為他的去的代表性或正當性 已經被陳水扁弄掉了 所以當時我們在飛機上 記者一直問 宋主席我們說好等等 我們下飛機再說 下飛機之後 打電話給秦欣申秘書長 秦欣申秘書長打電話給 當時的這個行政總統府秘書長 叫尤其坤 尤其坤說 秦欣申秘書長你放心 老闆交代你們盡量罵好了 我們不會回嘴 這代表什麼 被綁架了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 當然這是要提到一下 2008和2012的馬英九 被自己的歷史定位綁架 他一直想要跟共產黨見面 一直想要跟共產黨這個 要改革 然後要跟共產黨的領導人見面 被自己綁架 被歷史定位綁架 現在我看到了 還沒有定論 但是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蔡英文總統 準總統 他去看產業 他去看在野黨 他想營造一個可能和解 或者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 節目一開始就講說 怎麼不需要 我的最大黨 接近我們就要再跟在那裡說 有道理 我已經過 不是過半數 是過半 半 半 半數了 我還要跟你談什麼 可是他要營造一個和解氣氛 這是很對的 但是我很擔心 當立法院的副院長 是被某些派系綁架的時候 蔡英文這個準總統 請問未來可不可以變那些 要把國旗 把所謂孫中山先生的 遺像拿下來的 那些意識形態的東西 擺在國政的當前 這裡面有很多法是對的 民進黨當很多法隊的 可是國民黨也笨 我對不起 你現在比我罵得凶 譬如像政黨法 不管叫不擋採或叫什麼 我通通同意你 我通通同意你民進黨的版本 然後通通同意之後 誰要負責任解決 民進黨要負責任解決 一年解決不了 兩年解決不了 三年之後 民進黨不是很厲害嗎 我都照你的意思 那時候民進黨就倒楣了 可是現在我看民進黨 也不是願意處理 每次就鬥一下國民黨 國民黨就跳起來 這一跳起來 就變成新的提款機 所以民進黨還繼續要提款 所以國民黨要學聰明一點 那不管怎麼講 這我現在講的 有半開玩笑也半事實 我只是說蔡英文這個準總統 會不會她的毅力 如果說像這個嘉芹講說 我們要重新來去看待 學習一下蔡英文 到底她的意志力強不強 如果她意志力很強的話 要創造和解的這個氣氛 是強力要執行的話 而不會被黨內 某些的意識形態 或某些派系綁架的話 那臺灣是有機會 不過其實當然對民主來講 很重要的ABC是監督 就是政黨合作 不代表說那個整晚跑掉 不管是其他的在野黨 通通都要聽民進黨的話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信聰 我補充差一句話 就是說長期以來 我們民進黨很多的朋友 都是這樣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不是在跟國民黨比爛 而是說民進黨一定要想辦法 讓自己走在前面 跟臺灣的這個力量 能夠成為一個拉力 國民黨就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如果我們一直往前衝 國民黨也會往前衝 然後國民黨變進步了 我們是樂觀其成 因為那個相對程度 就會壓著民進黨 其實包括親民黨 都會壓著民進黨再往前走 那繼續往前走的結果 是對臺灣好 那至於蔡英文的堅強跟意志力夠不夠 我想民進黨從2008年到現在 這一路的過程 在這麼多的艱苦當中 他也走過來了 那能不能證明 當然我相信未來國政如麻 那是更大更艱困的地方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們出發點 一開始就先是對的 然後大家就如同剛剛文雄雄說的 先不以杯葛或者在計算來做前提的話 臺灣才有下一次在競賽的機會 不然這整個國家 不要說什麼政黨 下一次有沒有投票機會 大家不都玩完了嗎 不過對許多民眾來講 其實最希望的是說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亂了 拜託的好心 不要說去要那個什麼清算誰 鬥爭誰 年金到底該怎麼改革 趕快改 不然勞工也破產 軍工教一個一個破產 你要我們真的要希臘化嗎 拜託的經濟好好務 兩岸的部分 當然不同的堅持都有 可是不要有所謂的那種突然間 引爆彈出來拜託 所以大家很期待是說 朝野政黨合作是在這一塊 而不是照單全收 可是民眾的期待 會不會太過於天真 太過於幼稚 政治的現實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真正關鍵的法案 真的過得了嗎 去年考試院全序部警告 軍工教的退府基金 已經入不敷出 政府一定要通盤檢討 否則未來勢必破產 三年前馬政府提出改革法案 不過該怎麼改 藍綠立委不同調 民進黨團先前堅持 先軍工教後勞保 先把軍工教這個部分降下來 然後再來看勞保再怎麼改革 一方面能夠健全財務 那一方面也能夠在 他的所得替代率裡頭 維持一定的一個水準 當時藍營立委內部也有旗艦 而意見分歧也導致年金改革法案 還卡在立法院無法過關 同樣停滯不前的 還有馬總統力推的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草案 在立法院躺了很久 先前行政院提出的版本 受到民進黨立委的杯葛 而新國會開始後爭議還沒結束 民進黨立委李應援和莊瑞雄 提出的版本法案名稱和條文 直接以兩岸相稱 部分黨內立委和時代力量黨團 都無法接受 其實台灣與中國這樣的名稱 你去問所有的目前台灣人民 這絕對是我們的主流民意 因此也是我個人的主張 另外民進黨立委由美女 和時代力量提出的版本 規定公務員條款 如果違反條例導致主權受損 將以外患罪送辦 行政院院長張善正認為 此舉將打擊談判人員士氣 看來儘管新國會已經開始 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想要闖關恐怕沒那麼簡單 所以韋中兄你會這麼樂觀嗎 我們真的是一個朝野合作的 新時代來臨嗎 我覺得是這樣 朝野合作定義到底是什麼 就先界定 就是說第一個政黨 互相的這個對話 能夠常態 再來就是說你不要因為 這個譬如說 我們再來還是如果沒有廢掉考監兩院 舉這個例子來講 始終會面對這個人事的問題 總不要說哪個政黨 就被另外執政黨提名 就一定是背叛出賣 或者是說一些重大的政策上 互相指責對方是親中 那依照你對國民黨的瞭解 未來不管誰當國民黨黨主席 跟蔡英文定期見面的可能性 有嗎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現在真的卡在一個觀點 就是說國民黨怎麼樣面對這個新局 因為現在的確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轉型正義的問題 其實國民黨本來真的應該是積極面對這個事情 你作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那你甚至可以提出一個合理解決的方法 那這個是讓本來就該處理的問題解決 也處理國民黨自己的包袱 那可是關鍵就卡在剛才金蘭提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政黨他其實想的是自己的選票 或者是這個 他就認為只要你出錯或我可以罵你 我就一定會有選票 如果一直想了這個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想了自己現在僅存了這個三十百萬票 從這個角度來固守這個出發的話 其實這條路就會越走越偏 但國民黨現在邏輯還是這樣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因為是這樣 那這一個背後的因素是在於 國民黨在大敗之前或之後 他不知道自己的政黨的主體性 跟論述到底要在哪裡了 所以他只能期待民進黨不斷的所謂的犯錯 有些事情上可能是 或許未來民進黨會做錯 可是你從民調或者總的看 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處理轉型正義的事情 是民眾主流希望的 甚至連多數國民黨支持都認為這該做的 那大家也都認為這國民黨包袱的 你在這個議題上選擇跟民進黨決戰 大家不會覺得你是在監督政府 除非這個是民進黨提出很離譜的法案 或者是認為現在這個時機不宜 比如像國父遺向這種事情 否則大家只會覺得你 民進黨要推動管理正義 可是國民黨是站在一個堅決抵抗的 是站在一個保守跟反動的立場 這個對國民黨的方向來講是不好的 對國民黨的心聲來講也是不好的 對朝野和解也是不好的 所以真正的關鍵在於未來的政局裡面 國民黨的怎麼面對兩個議題 一個是兩岸政策上是不是 他會繼續走到一宗同表這樣的一個路線 或更偏統的這個路線 因為文雄委員今天在這裡 你看到洪秀柱他是說 他歡迎親民黨跟新黨回來 他當選 可是親民黨已經要走自己的主體了嘛 所以他講的其實是講新黨 所以文雄大哥 那我說那蔡英文到時候就可以說 我提的是人民在意的是支持的 親民黨也支持 時代力量也支持 民間的輿論也支持 就你國民黨反對 動用表決權 所以他就取得實際上跟形式上的 絕對正確 要表決還要看民眾買不買單 如果民眾不買單 你民進黨硬表決的話 我們在學後有一句話 就換王金平去霸佔主席臺 對國民黨 你記得國民黨說 我們要找我們的那個蔡英文 找出我們蔡英文 我想他說瘋了 民進黨蔡英文 帶領的民進黨是怎麼上來 是因為國民黨裡面有個馬英九 所以他現在應該說 民進黨會不會有個馬英九 如果民進黨有馬英九的話 那國民黨就爽到了 可是看樣子 民進黨的馬英九 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 所以國民黨要靠自救 而不是靠民進黨 有出現一個馬英九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會不會用表決 會不會說有人數多了 會打贏 人數少的 民意恐怕是我們最大依規 所以我在這邊再一次 我聽過很多次 韋中兄提的這些論點 我非常支持就是說 千萬不要忽略到 人民真正的期待 不是國民黨說 我要等民進黨犯錯 對不起 民進黨如果沒有馬英 民進黨如果沒有一個馬英九的話 國民黨永遠不可能有 有期待有參議會出現 不過今天我要請教你 這個是所謂的轉型正義相關系列 第一個最重要大家很care 就是黨產 黨產要不要處理 要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大問題 黨產真的 真的沒有人摸得清楚 到底有多少 不管是內政部監察院 連國民黨自己恐怕 也都不是很清楚 到底有多少錢 但是應該是很多錢 黨產要怎麼處理 再來我們來看看 包括說救國團 救國團你要不要處理 這是當時的政治時代的一個產物 但是其中有很多很多 大家無法接受 在現在的這個脈絡下 再來我們來看看 最近在談複聯會 複聯會當時有成立 可是他最大的問題是說 當時他的整個收支 其實不是很清楚 也沒有申報 繞軍的那錢那麼多 跑到哪裡去 到底怎麼用的這些 再來我們來看看 紅十字會 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把這個專法廢掉等等的 這四五個裡面 你只要提一個 那個阻力都會很大很大 要提嗎 如果提的其他的 是不是就是不要玩的 這就是我剛剛投 剛剛特別講 就是說民進黨在這裡面 你要處理到哪裡 社會期待又到哪裡 你剛剛給大家看了 我想是社會期待 認為過去陳水美沒做的 現在蔡英文要 應該要把他做好 那我也說了 他想要的是 是不是能夠繼續再連任 那這裡面我還要再提一個 就蔡英文不斷地在提國事會議 他裡面國事會議 後面有一個叫做 要全力共享 馬英九是不給你全力共享的 所以他沒有去跟 在一黨任何人 他七百六十五萬拿到手上 他從來沒有去說 跟任何人見面 怎麼樣怎麼樣 通通都沒有 就是一張嘴巴在那裡放話 那這我們很清楚 到現在二零一六年要結束 都是這樣 那現在他要全力共享 因為開口閉考國事會議 國事會議 國事會議 你看到大概只有蔡英文 後面的一個概念是權力共享 他有沒有可能權力共享 大家也說了 你今天執政了 當然是自己要執政 那個權力共享之間 還有你剛剛講的這些 他到底那個程度要做到哪裡 他如果要執政 他要八年 他要八年要連任 這些問題 是一次把他處理完 他才有連任的機會 他如果現在要做的話 他有沒有可能影響他再次的連任 他會不會耽誤他 雖然剛剛那個佳青在講說 所謂什麼什麼三方同進 大概不太可能 朱武縣講百分之十二 給那個十八趴改成百分之十二 你可以接受嗎 我想很多人不能接受 從十八減六個百分點下來 變成十二個趴 但是他必須要折衝 所以你的底線會到哪裡呢 全部通通拿起來 所以他是很複雜的一塊 搞到最後是離外不適人 任何一個要去執行改革的人 他就是必須要提著鋼盔往前衝 他沒有退路 所以這件事情 民進黨只許繼續往前走 沒有退路 也不許讓台灣 留下這樣一個殘局 因為留下這個殘局的結果 是大家會一起跟著倒下去 How do 現在大家要問How do How do 當然那個是第二個階段的問題 第一個階段是說 那大家先有一個共識嘛 在這個地方往一個方向走 那去怎麼改 有分哪些階段改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要在一個合理的階段 任何一個國家 老實講包括一百年前的德國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 這一對光鮮亮麗 不到七十歲就住進養老院的夫妻 生活習慣南遠北徹 一個愛情去一個沾冷暖 才可以 男主人是為黑膏 號稱以前從不洗澡洗頭 在我的茶碗裡 沒有洗頭這次 這個家的女主人 是個超級大美女 她有潔癖喜歡洗錢 我有洗錢的習慣 兩面都洗一洗 為什麼提早住進養老院呢 原來十年前 女主人得了憂鬱症 讓老公差點活不下去 我娘怎麼這麼病 好慘喔 其實老先生覺得對不起大家 夫妻同心攜手將近五十年 哪位神秘嘉賓 帶給他們安慰和歡笑呢 周五晚上九點 魔法學校養老院 留言追追追精彩完結篇 用科學的精神帶你一口氣 找出五十二則留言真相 壓力差終於達到平衡 等於讓小病開身逃脫了 現在購買留言追追追 七到十季DVD 任選兩套以上八折 再送給你探索未知世界DVD一套 準備好挑戰似是而非的網路留言了嗎 快來公視網路商城 跟我們一起堆堆堆 新戲之壞土地熱愛戲劇演出的戲魂們 用劇本寫出你們的看法 用演出傳達你們的態度 105年環保戲劇盡在熱烈暴民中 即日起十四月27日中午十二點止 詳情請洽各縣市環保局 或上網搜尋聚在一起愛地球 美國最後的邊疆 最堅強動物的野生地獄 體驗阿拉斯加各種不同氣候 動物們奔利生活的生命景象 您現在收看的是公共電視 讓我們一起支持好的電視台 看見更好的未來 字幕提供 明星期日 明星期間